福报的终极意义 很多人行善啊 就跟做生意差不多 一天做多少善事 积累多少的功德 甚至还每天记个账 今天不失了几块钱 明天又帮了一下谁 好像有什么功德可得 然后本来没儿子的 生了个儿子 就觉得是福报 我们生儿子就一定是好事吗 说不定是冤亲债主拉讨债的 世间人认为 没有后代就不行 贪着生子 所以他觉得生儿子就是福报 其实生儿子有什么福报啊 大多是来讨债的 当然也有来报恩的 报恩的也没有什么呀 我们过去对他付出了 救过他的命 或者养过他帮过他 他这辈子来还债 仅此而已 当然 如果过去他是个修行人 我们供养过他 那他投生到我们这里来修行 来报我们的恩 那还算有点意义 都知道供养三宝功德大 福报大 其实这里所谓的福 就是我们跟修解脱的人 结上了缘 那我们就有解脱的机会了 我们有真正脱离三界 一切苦难的机会了 我们如果只是帮助世间的人 即使是让所有人都过上幸福的生活 那也还是轮回啊 它可能会让我们轮回的更深 堕落的更深 没有用的 这些都是有漏的善业 人天善法 真是不究竟 如果以此为究竟的话 那就是外道了 实善业是我们解脱的基础 我们行善不是为了享福 而是为了获得狭满人生 从而有机会修解脱道 菩萨道 闲暇圆满的人生 也不是什么福 只不过是我们有缘 碰得到正法 并且有时间 有能力来修习正法 所以大家不要用贪心来修善业 十善业里面有一个就是不贪 十恶业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贪 那我们用贪心来修善业 其实已经是颠倒了 现在末法时代的人都是这样 以贪心来修善业 做一点善事都要获得一些好的回报 或者是名声 或者是今世的钱财名利 满足我们的欲望 我们得到了想得到的东西 以为这个是好事 其实这个并不是什么好事情啊 我们的善行如果都爆掉了 将来就没有机会修行了 谢谢大家 那么多好事 我们要求您的善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